冬奥快乐在线的各位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睡法课堂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学习扣除项目及标准 也就是呢 看一下最后的这几项内容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手续费及佣金 也就是说呢 在手续费和佣金这里呢 我们一旦企业发生了手续费和佣金的话 也是可以进行事前扣除的 只不过扣除的形式稍有一些区别 有一些呢是限额扣除的 还有一些呢是全额扣除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限额扣除的 那么在限额扣除当中呢 具体包括这么几个行业啊 首先针对于保险行业来讲 那么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手续费和佣金支出 不超过当年全部保费扣除掉退保金 以后的这个余额18%的部分 是可以进行扣除的 也就是说呢 在这里面有几个信息点 我们一定要抓得住 第一个信息点就是 不超过当年全部保费收入 减掉退保金收入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叫净保费 对不对 不能说我具体收到的全部的这个保费的保额 而是说一定要减除掉退保金以后 这个余额作为计算的基数 然后呢 一定要看好后边这个比例关系是18 乘以18% 也就是说呢 具体是在18% 包括18%以内的这一部分 可以进行扣除 那么你超过部分的话 我们一定要看好 假如你超过了 允许截转以后那是年度来进行扣除 那么在这的话 其实我们要联想一下前面 我们学过的一些内容 那有哪一些这个扣除的项目 我们可以截转来进行扣除的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从跟公司相关的三项经费 跟公司相关的三项经费当中呢 有哪一些呢 一个是职工的教育经费 那么这个是可以居士扣除的 并且呢 可以按照无限期扣除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扣除 对吧 然后呢 再往后 就是业务招贷费 然后呢 广宣费这一组当中的 那么业务招贷可不可以 不可以 广宣费这个是可以的 也是无限期的向后截转扣除 那么上节课当中 我们还讲了一个捐赠问题 有关于捐赠这个问题的话 虽然它也可以截转扣除 但是它有相关年线上的限制 也就是三年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限额扣除的 这个手续费和佣金当中呢 首先跟大家说的这个保险企业 保险企业当中 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这个余额 也就是净保费 然后18%以内的这一部分 是可以居士扣 超过部分的话 也是允许截转以后纳税年度 进行无限期扣除的 所以呢 把前面的内容给大家再理顺一下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行业 也就是电信行业 针对于电信企业来讲的话 在委托销售电话卡 也就是电话的这个入网卡 以及电话充实卡 等业务当中所发生的这种 手续费和佣金支出 不超过企业 当年收入总额5%的部分 是可以居士扣除的 也就是说关键词是什么 关键词的话 一般都是落在了 当年收入总额5%这一部分 那前面这一块的话 其实并不是一个需要咱们大家 一定要重点去掌握的地方 了解一下就可以 然后呢 再看一下其他企业 其他企业的话 我们可以跟前面的这个电信企业 放到一起来看 那么其他企业的话 具体的规定是 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 中介机构 或者是个人所签订服务协议 或者是合同确定的 收入金额的5% 这一部分呢 来进行限额扣除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还是都是5% 而且都是跟收入相关 因此呢 第二项跟第三项 可以放到一起来看 也就是说把电信企业 还有呢 其他企业放到一起来看 我们都去关注两个点 一个是收入金额 一个是5% 这一部分进行限额扣除 注意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全额扣除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限额扣除当中呢 包括了很多个行业 也就是说呢 绝大多数的行业 都是限额扣除 那么全额扣除 是什么情况呢 它一定要符合一些特性 那么这些特性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也就是从事代理服务 主人业务收入呢 为手续费和佣金 这样的企业 也就是说呢 作为这个企业来讲的话 我的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收取手续费和佣金 那么这个手续费和佣金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什么证券企业的 然后呢期货的 还有呢保险代理的等等 那么这种企业 都是以收取手续费和佣金 为主的这样的企业 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讲 其所取得的这一类收入 而实际发生的这种营业成本 当然包括手续费和佣金支出 是准于在计算这个 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进行税前扣除的 这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说啊 其实针对于这种企业来讲的话 例如说我作为一个 相应的这个政策公司来讲 我是以收取手续费和佣金 为主的对吧 然后呢我现在需要 下边的一些企业 帮我去推销这些股票的时候 我还要给下边这些企业 支付手续费和佣金 对不对 所以呢本身来讲 我虽然是以收取 手续费和佣金为主 但是呢下边这个企业 给我干活的时候 我还得给他们支付 手续费和佣金 那么针对于这个 证券企业来讲的话 那么支付的这个 手续费和佣金 事实上来讲 我们看着好像是一种费用 对不对 但事实上 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是把它当做营业成本 来进行处理 也就是把它记录到 营业成本当中来 那么你既然把它记录到 营业成本当中来了 必然就是准于在计算 应那税所留额的时候 进行税前扣除啊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记的这个科目 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如果说是费用的话 那么我们有可能 有权额扣的 然后有限额扣的 还有不能扣的 但是如果你记录到 成本当中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 在当期的扣除 所以呢我们注意一下 它记的科目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规定 包括下面这五项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项 第一项是 应签订协议或者是合同 除了委托个人代理以外 也就是说呢 一般来讲 除了委托个人代理以外 均是以现金等 非转账方式支付的 佣金和手续费 不得在税前来进行扣除 其实呢在这一项当中 我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它说的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除了个人以外 然后呢你以现金的这种方式 来结算佣金和手续费的话 叫不得税前扣除 那也就是说 针对于个人的话 我们可以是现金 同时也可以是转账 那如果针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呢 企业来讲的话 我用现金还行不行了 他后边已经告诉你了 这是不得的税前扣除了 对吧 也就是说企业的话 我们只能是转账 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你给人支付了手续费和佣金 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做税前扣除 因为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因为个人的话呢 他收取的这个手续费和佣金的形式 就可以灵活多样一些 因为他是个人嘛 对吧 那企业的话 为了证明你切切实实支付了这个手续费和佣金 你必须要有银行的转账记录 所以呢我们说 企业的话支付手续费和佣金 必须要采取转账的形式 才能够进行税前扣除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第二项 就是企业发行权益性证券 支付给有关的证券承销机构的 这种手续费和佣金 不得在税前来进行扣除 其实呢 从原理上来讲啊 就是如果说 作为大友公司来讲啊 大友公司是一个企业 那么如果想发行股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自己发行的时候 可能别人都不买 而且我自己也发行不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就委托了证券的承销机构 也就是说委托一些证券公司帮我卖 那这个时候呢 我给证券这个公司去提交这个手续费和佣金的时候 那么这个手续费和佣金 作为大友公司来讲 是不得在税前来进行扣除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一部分手续费的话 实质上来讲 已经不能按照费用来进行处理了 那么应该是在所有者权益当中的来进行调检 所以他的主要的一个业务实质就在于 假如说现在还是我举那个例子 大友公司现在发行了1000万股的这个股票 1000万股 然后呢 现在假如说呢 发行价的话就是5块钱一股 可以吧 5块钱一股 那么一共是5000万 那如果说现在呢 这个这个股本 那也就是说一股这个票面的金额呢 是两块钱 那好了 那现在1000万股 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乘以二之后呢 就等于2000万 所以呢 中间就会产生3000万的这个股本溢价 3000万的股本溢价 那么这100万啊 假如说现在 我现在支付给这个 正创成交机构的 就是100万的手续费 那么这100万 大家注意啊 这100万是从哪扣的 这100万并不是寄入到费用当中来进行扣除的 而是直接从这个股本溢价当中往外扣 所以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 我们一定要清楚 就是说这100万 我们把它确认成一种什么性质 如果你把它确认为费用性质的话 那么就按照费用来进行处理了 但是现在的话 很明显我们没有把它确认成一种费用 在这个计算应拉税所得额的时候进行税前扣除 而是把它 在股本溢价当中的职业往外充减 它是一个税后的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有严格的这种区分啊 因此在这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其他规定 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企业不得将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呢 进入到什么回扣啊 业有提成啊 返利啊 进场费等等费用当中 也就是说 在这其实咱们还是把握好一个原则 就是你的手续费和佣金 就是手续费和佣金 你就按照人家相应的税法规定 来进行这个限额扣除 或者全额扣除处理就好了 你不要往其他费用当中来寄 第四个呢 就是企业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 不得直接充减服务协议 或者是合同金额 并且呢 如实如上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从原理上来理解一下啊 就是手续费和佣金的话 我们前面讲了 针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来讲的话 它都是限额扣除的 如果说你现在直接充减掉了 这个服务协议和合同当中的这个金额的话 这你就不相当于是全额进行扣减吧 对吧 另外一个 它也会影响到前面的流转税 你想想你直接把这个 这个手续费和佣金直接充填到了服务和协议当中金额的话 那就代表着收款额就降低了 对不对 同时也会影响到前面的流转税问题 对吧 增值税啊 或者是说如果是应用消费品的话 还会影响到消费税 进而影响到承建税 教育不加工 所以它是一连串的这个反应 所以呢 不要随便记啊 第五个 就是呢 企业以计入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相关资产的手续费 或者是佣金支出 应当是通过折旧摊销等方式分期呢 来进行扣除 然后呢 不得再发生单期直接来进行扣除 那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现在我已经把手续费和佣金 已经资本化了 也就是放入到了这个资产呢 无形资产的相关资产当中 来进行处理了 因此呢 我就需要通过折旧或者是分摊 这样的方式呢 来进行分期扣除 而不能在当期一次性的直接扣除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一定要清楚一下 一个是资本化 一个是费用化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下列支出当中呢 准予在企业所的税 税前全额扣除的 一定要注意哈 准予全额扣除的 首先呢 A选项 企业按照规定缴纳的财产保险 财产保险可以进行全额扣除 这个没有任何疑问啊 因为我们当时在讲保险费的时候 财产保险的话 相对来讲还好一些 真正需要咱们同学 费一费脑子去记的是什么 人身保险 对不对 所以企业按照规定缴纳的 这个财产保险是可以全额扣的 当然你如果为了家人呢 企业的一些亲属啊等等啊 然后去支付的这种保险 特别是财产保险的话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 所以呢 有一些特殊情况 但一般来讲的话 它是符合规定的 然后呢 再看一下B选项 这个烟草企业实际发生的 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或者营业收入15%的广权费 可不可以进行全额扣除 如果你不说是烟草企业 确实可以扣除 也就是说 因为你没有超过这个限额的比例 可以去实扣 但是呢 如果你说是烟草企业的话 那就不行了 烟草企业的话 在广权费这一块的话 它有特殊规定 话一言有特殊的规定 对吧 按照30% 但是呢 烟草企业的话 是按照0% 也就是说是不得扣除的 所以呢 B选项是错误的啊 然后再看一下C选项 说工业企业呢 向保险公司 借入经营性资金的利息支出 可不可以进行全额扣除 一定要注意 这个保险企业属于什么企业 看好了啊 保险企业 应该是属于金融企业 所以呢 那工业企业 向金融企业来进行借款的话 那么这个利息支出 当然是可以进行扣除的 所以一定要看好 那么有的一部分学员朋友 认为保险企业 它不是这个金融 它不是金融企业 所以呢 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把它看成什么 非金融企业 向非金融企业借款 那非金融企业 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话 一定是不超过什么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 才允许扣 那是限额扣除问题 对吧 那是非金融企业 向非金融企业 而在这的话 保险企业 它属于金融企业借款 因此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一项也是选择的 然后呢 再看一下地选项 保险企业实际发生的 且不超过当年 全部保费收入 总和18%的手续费和佣金支出 在这个里面 乍一看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分析一下 针对于保险企业来讲的话 我们说你计算这个基数 是全部的保费收入吗 不是刚才我讲的时候 还特意强调了这个问题 一定是保费收入 扣除掉退保金以后的 这个净保费才可以 所以呢 D选项跟E选项 说的是一个事 所以D是错误的 E是正确的 因此这个题选ACE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扣除项目当中的第16个 投资且撤回 或者是减少投资的处理 也就是说在这儿 我们一定要涉及到的是一个 投资且撤回 或者是减少投资的 一个处理问题 那么撤回和减少投资 我们一定要跟前面的 这个股权的转让相区分 也就是说前面 我们有财产转让 财产转让当中呢 有股权转让 对吧 也是一种投资 对不对 然后呢 投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发生这种股权转让行为 因此呢 就产生了股权转让所得 所以我们针对股权转让所得 需要交税 对不对 这是我们当时讲那一块的内容 但是现在的话 它是股权转让吗 不是 它不是普通的股权转让 它叫投资撤回 或者是减少投资 也就是说 自己认为呢 不想投了 对吧 然后呢 现在呢 投资撤回 或者说减少投资 这样的行为 因此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看一下区别 究竟在哪 我们来看 首先来讲 针对这种投资撤回 或者是减少投资的 处理过程当中 我们会产生 这么几种类型的所得 一种是叫做 投资的收回 还有一种呢 叫做股息所得 还有一种呢 叫做投资资产的 转让所得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看 假设说还是 大伙公司 对B公司呢 进行投资 然后呢 当时的时候呢 是30% 也就是说 占有这个股权 是30%的股权 当时投了多少钱呢 投了300万 还是这个例子 然后呢 现在我们说啊 要减少投资了 或者说投资撤回了 干脆一点 投资撤回 投资撤回呢 当时我确实是 投了300万 占你30%的股权 但是现在的话 你这30%的股权 价值500万了 所以呢 这500万的构成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一部分是什么 投资收回呀 还有一部分是股息所得呀 还有一部分是 投资资产的转让所得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具体哪一部分 才是这三项所得 首先第一块 叫做投资撤回 什么叫投资撤回 就是投资企业 从被投资企业撤回 或者减少投资 其取得的资产当中 相当于初始出资的这一部分 啊 初始出资的这一部分 才叫投资撤回 也就是说初始出资 是多少钱 300万 也就是说这300万 叫做投资撤回 对吧 叫做投资收回的这一部分 啊 所以呢 我们注意一下 这300万 投资收回的这一块 也就是相当于成本 对不对 这成本的话 需要需要计税吗 不需要计税 因此这300万 虽然叫投资收回 但是也不需要计税 啊 然后再往后看 第二个 就是相当于被投资企业 累计未分配利润 或者是赢于攻击当中 按照减少 失收资本比例 应该把它确认为叫股息所得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在这个股权转让所得当中呢 有过这么一个表述 也就是说 在股权转让所得当中呢 我们说股权的转让所得 它应该等于什么 它应该等于 转让过程当中产生的收入 再减掉 当时购置的时候的成本 对吧 也就这两项 那后边还有吗 后边没有了 而且特意跟大家说了一下 绝对不能包括什么 绝对不能包括被投的企业 累计未分配利润和 盈于攻击当中 也就是这一部分留存收益当中 按照减少失收资本比例 所计算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它按照30% 计算出来的这部分留存收益 把它减掉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 只有收入减成本 而在这个里面 我们进行投资撤回 或者减少投资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确认一下 这一部分就作为股息所得 股息所得的话 我们假设 现在呢 这一部分留存收益呢 是200万 那么占30% 这一部分股息所得就是60万 这60万叫股息所得 那很明显应该是税后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不要再税前呢 来进行扣除 所以这是两码事 两码事 因此这60万也是股息税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其余 剩余的这一部分 那么从500万当中 减掉300万 减掉60万 剩余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140万 这一部分我们管它叫做 投资资产的转让所得 只有这一块 才叫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那么这个时候确认出来的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当中 一定是把这60万减掉的 所以如果现在这个地方的 前座叫什么 叫做投资企业撤回 或者减少投资的这一块 转让所得的话 那么一定是收入 减掉相当的成本 然后别忘了 再减掉这一块 叫做股息所得 也就把这个股息所得 一定要把它减掉 那么剩余这一部分 才是应税的 投资资产的转让所得 就这意思 明确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后面提的话应该怎么做 税的话应该怎么交 然后第四点 也是需要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的 就是被投资企业 发生的这种经营亏损 假如说呢 现在被投资企业 不就是B公司吗 B公司所发生的这个经营亏损 说能不能拿到大勇公司 然后当做大勇公司的 这个经营亏损 来进行截转弥补 不可以 B公司所发生的这个 经营亏损 只能由B公司 按照相关规定 来进行截转弥补 所以呢 不能转到大勇公司那 也就是不能转到投资方这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投资企业不得调整 降低其投资的成本 也就是说我感觉它很亏损了 那我降低一下投资成本吧 行不行 不行啊 另外也不得将其 确认为一种投资损失 也就是说人家经营亏损了 你想确认投资损失 那如果还是 如果你有这种 投资损失的确认的话 还是涉及到 一些亏损弥补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就行了 也就是说B公司 这个被投资企业 自己的事自己来解决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题来练一练 这是2019年的一道单选题 说呢 这个2015年呢 甲公司出资4000万 投资了M公司 取得了其40%的股权 那么2019年 甲公司呢 从M公司撤资了 取得收入呢 是9000万元 撤资的时候 M公司未分配利润呢 是3000万 然后呢 甲撤资应确认的 这个应纳税的所得额 应该是多少钱 也就是说 我们一边画图 一边来看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甲公司 是作为投资方来讲 然后呢 现在呢 是向M公司 来进行投资 对吧 投资的时候 出资额是多少 出资额是4000万 然后呢 是占了40%的股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2019年的时候 就撤回了投资了 撤回投资的时候 现在还能按照 4000万来撤吗 不能了 也就是说 实际上来讲的话 是花了9000万 才相当于完成了 甲公司的这个 撤资的这个行为 所以呢 就意味着 这40%的股权 现在只9000万 9000万呢 现在撤资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 应该是应税的 也就是进入到 应纳税所额当中来的呢 我们还是分这三块 对吧 一个是投资收回 投资收回这4000万 很明显不计税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 就是呢 留存收益当中 留存收益当中呢 按照40%比例 计算的这一部分 留存收益呢 一共是3000万 3000万 我们按照40% 来进行计算的话 一共是1200万 所以这1200万 也是不能够计税的 那剩余这部分是多少 剩余这部分 一共是3800万 对吧 所以这个题当中 我们直接选递选项 3800万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题 出的就是这么简单 出的就是这么直接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支持点 掌握好就可以了 紧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 扣除项目当中的 第17项 第17项当中 主要说的是 保险公司缴纳的 保险保障基金 其实这个保险保障基金的话 咱们大家不用深入的 去了解它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保险保障基金 也就是说 针对一般企业来讲的话 我要想转移风险的话 我是向保险公司 去买保险 对不对 那针对保险公司 如果想转移风险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缴纳 一定的保险保障基金 也就是说 发生了一些相关的 一些这个赔付的时候呢 我可以通过这个 保险保障基金 来进行赔付 对吧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 风险上的转移 因此呢 这是针对保险公司来讲的 所以呢 明确了这个 保险保障基金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相关税法上的 一些规定 也就是说 保险公司 按照下列规定 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 是准与据实 在税前扣除的 也就是说 只要你按照下列的 这些规定 来进行缴纳的 这一部分保险保障基金 确实是可以做到 税前据实扣除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保险保障基金 符合条件 可以进行税前扣除 并且是据实扣除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由于你现在 这个保险的形式 比较多样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既提的 这个保险保障基金 也不一样 因此呢 你确认这个扣除的比例 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针对于 这种非投资型的财产保险 包括非投资型的 意外伤害保险 包括这种短期的 健康保险的话 我们都是不超过 保费收入8% 这个0.8%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一块的话 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相关这个 前面这个保险类型 跟后面这个数字 往往啊 这个直接出考题的可能性 并不是特别的大 当然也不排除说 今年啊 这个初期老师 就看这个地方挺高兴的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咱就把这个地方给出了啊 这有可能啊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 这个记忆的 然后呢 在考试之前的话 再把这一块内容 重新再看一遍啊 然后呢 短期的健康保险的话 是0.8% 而长期的健康保险的话 是0.15% 也就是说 记题的比例的话下降了 为什么 就因为短期的话 可能风险呢 相对来比较高一点 所以呢 我记题的这个比例也高一些 那长期的话呢 由于我长期都对你进行监控 因此呢 风险这种比例呢 就要降低 对吧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投资型财产保险 以及人寿保险业务 还有呢 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 这三个 这三个的话 在类型的划分上 你会发现大同小异 它都是按照 有保证收益的 无保证收益的 来进行划分 并且呢 你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特点 是什么特点 就是有保证收益的这一部分 一般来讲 记题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一点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保证收益的 是由于保险公司 在中间起到了一个 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说 这种保证收益 保险公司要负一定的责任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 要针对于这笔收益的话 存在一定的风险 所以呢 针对于这种风险来讲的话 那么保险公司 在记题这个保险保障基金的时候 那当然我提取的比例 扣除的比例就要高一些 对吧 叫0.08% 然后呢 你看人寿保险 有保证收益的 是0.15% 然后呢 投资型意外伤害 这一块的话 有保证收益的 也是0.08% 所以呢 有保障收益的相对来讲高一些 那没有保障收益的 相对来讲低一些 都是0.05% 为什么 没有保障收益的话 其实就是由投资人 去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呢 针对保险公司来讲的话 没有必要去记题 这么高的这个保险保障基金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不得在税前扣除的这种情形 也就是说 保险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在缴纳保险保障基金的时候 就不得在税前来进行扣除了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情形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种情形 是财产保险公司的 保险保障基金余额 达到公司总资产6%的 这是针对于财产保险公司的 然后是针对于人身保险公司的 人身保险公司的 保险保障基金余额 达到公司总资产1%的 那么针对财产保险 跟人身保险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最高的限额 就是因为啊 大家想一想 现在呢 我让你记题的这个保险保障基金 如果说你交的比例过大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前面我们讲了 这个保险保障基金是据实扣除的 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你现在交的比例过多的话 就意味着 你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呢 去增大你的税前扣除额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都要给你设置一个最高的上限 这么个财产保险来讲的话 因为财产保险 相对数额比较大 对吧 所以呢 是余额 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余额达到公司总资产 6%的这一块 也就是给你盖了一个最高的帽 最高不能超过6% 然后人身保险的话 是余额达到公司总资产1% 所以人身保险相对来讲比较少 那么你确定的一个最高限的时候 确认的是1% 因此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这个计题的比例不能太高了 计题比例不能太高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保险公司 如果有下列情绳之一的 那么就不得再税前扣除了 也就是不能超过比例 超过比例的话 就不得再税前扣除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项 第三项是说 保险公司按照国务院 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 提取的未到期的责任准备金 以及呢 受险责任准备金 长期健康险的责任准备金 以及呢 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 以及呢 已发生未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 准予在税前来进行扣除 也就是说 这些准备金的形式 是准予在税前来进行扣除的 那么在这 有的一部分学员朋友 可能会觉得说 前面我都理解了 后面这个 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 和已发生未报案 未决赔款 那为什么没有 已发生已报案 已决赔款 如果是已发生已报案 已决赔款的话 就不叫准备金了 因为你已经 切切实实的支付出去了 对不对 你切实实支付出去了 这一部分 就叫保险赔款了 而不叫准备金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一块 不包括这个已发生已报案 已决赔款 注意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 如果说我现在呢 具体的这部分准备金 这个准备金的金额 应该如何来进行确定啊 我们看第一个 根据前面这几项 未到期的这种责任准备金呢 受险责任准备金呢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呢 依据中国保监会核准 认知资格的净算师 或者是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的 中介机构 确定的金额呢 来进行提取 也就是说 一定要根据这个 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 他出具一份专项的审计报告 在这个审计报告当中 确认一个金额 按照这个金额来寄定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就是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的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了 也就是说 他确定立案了 立案的时候 你看一下 叫做按照最高 不超过当期 已经提出的保险赔款 或者是给付金额的100% 来进行提取 因为你已经报案了 迟早都得发生 对吧 所以最高不要超过100% 对吧 然后呢 第二种情况 就是已发生未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 叫做按照不超过当年 实际赔款支出额8% 来进行提取 也就是说 这是已发生 但是未报案 他就没有立案 对不对 那么什么时间立案 立不立案 这个还不一定 因此呢 我在记提这个准备金的时候 或者说 我记提这个保险保障基金的时候 我们看啊 他是按照什么 按照支出我的8%来进行提取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他俩之间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区分 第三个呢 就是保险企业 在计算扣除 上述各项准备金的时候 反未执行财政部有关会计规定 仍然去执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也就是个保监会的有关 监管规定的 那也就是说呢 他俩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对吧 那这个产生差异怎么办 应该将两者之间的这个差额 调整当期的应纳税的所得额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 跟这个会计之间的 可能产生一些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的话 我们需要在应纳税所得额当中 来进行调整 就好了 第四项呢 就是保险公司实际发生的 各种保险赔款以及给付 也就是说 我现在实际发生了 这种保险赔款了 那么这个保险赔款 实际发生了以后 应该首先冲底掉 按照规定提取的准备金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冲底呢 因为首先来讲的话 你这个赔款 肯定要冲底掉这个准备金 因为如果你赔款再扣除 准备金再扣除的话 你不就扣多了吗 对不对 因为前面的这个准备金 已经据实扣除了 所以你在发生赔款的时候 你要先啊 冲减掉这个准备金 然后不足冲底的 这一部分怎么办 不足冲底的这一部分 就发生多了这一块怎么办 发生多了这一块 就要准宇在当年 进行税前扣除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再看一下第十八个扣除项目 也就是呢 蓬户区的改造 蓬户改造这一块的话 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个结论就好了 也就是企业参加 政府统一组织的工矿 包含中央下放的煤矿 这种工矿 蓬户区改造 林区的蓬户区改造 肯区的蓬户区改造 并且同时符合一定条件的 这种蓬户区改造的支出 准与在企业所的税前的 来进行扣除 也就是说呢 其实蓬户区改造的话 是一个国家重点项目 对不对 那企业现在积极参与进来了以后呢 国家肯定给予一些 相关的一些政策 对不对 那就是企业帮助国家 进行蓬户区改造的工程当中 那么产生了一些支出 那么这个支出 是允许你在企业所的税前 来进行扣除的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 然后再来看一下 扣除项目当中的第十九项 以前年度发生的 叫做应扣未扣的支出 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想啊 这个应扣未扣的支出 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应该扣除 但是实际上来讲扣除了吗 没有扣除的这一笔支出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从字面上先来理解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税法当中的相关规定 也就是说呢 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 按照税法规定 应在企业所的税前扣除 而未扣除 或者少扣除的这一部分支出 那么专项申报机说明以后 准与干嘛 准与追捕至该项目 发生年度来进行计算扣除 但是呢 追捕确认期限 不得超过五年 其实呢 你看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 分一二三好像挺多的 但其实保住两条线就行了 一个就是看一下 我切切实施发生的这个支出 应该确认到哪一年度里 还是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 还是弹务公司 还是说弹务公司 那么现在弹务公司呢 假如说在2018年 有一笔100万的支出 有一笔100万的支出 这100万的支出啊 本来我应该确认 但是呢 我没有确认 因为种种原因啊 可能可能是忘了 或者是啊 种种原因 反正呢 我就是没确认 没确认的话 这笔是不是叫做 应扣未扣的支出 因为如果确认的话 我就应该透出 假如说现在这100万 全额扣都能扣 好吧 那现在我这100万支出 本来应该扣 但是呢 现在我没有扣除 所以这个就叫做 应扣未扣的支出 这是以前年度发生的 因为现在已经2022年了 对吧 所以呢 满足他提案部分的所有要求 以前年度发生的 应扣未扣的支出 那么这100万应扣未扣的支出 我应该确认到哪个年度当中 应该确认到2018年 还是确认到2022年 很明显应该确认到 追捕至该项目发生年度 也就是2018年 对吧 这个支出确认年度 是确认到2018年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告诉你一个追捕年度 也就是说呢 追捕确认期限 追捕确认期限 一般不到超过5年 那也就是说 以2022年 作为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你要往前推5年 如果说你推个6年 7年8年9年10年 行不行 那这个时候就超过了5年了 超过5年的话就不可以了 起码现在这个2018年是可以的 因为往前推的话 你看21年 然后呢 是20年 然后19年18年 这才第4年 对吧 所以2018年是可以的 这个注意一下 它有一个追捕期限上的限制 往前推5年 然后呢 支出已经是确认在 发生的这一期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税款究竟确认到哪一期 因为你现在呢 有一笔支出 本来应该确认没确认 它就会影响到税款 那么怎么去影响 也就是说2018年 本来应该把这笔支出减掉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我交的这个税款当中 应那税所得额当中 应该往前调减100万 也就是说 少去缴100万乘以 假如是25% 那也就是 少去缴25万的税 但事实上我多交了 对不对 由于这个支出 我没确认 所以我多交了这25万的税 那么针对于上述原因 多缴的这个税款 也就是这25万的税款 你要看一下 这25万的税款 究竟确认到哪 可以在追捕确认年度 企业所得税应那税款当中 予以抵扣 也就是说 追捕确认年度在哪 追捕确认年度 是在2022年 也就是说 这25万的税款 我要往下调减的情况之下 我应该在2022年 再往处减 就这个意思 因为你再去回头 从2018年当中 往外减已经不现实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 确认到2022年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不足抵减的 可以向以后年度 来进行递延 抵扣 或者是申请退款 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说 在2022年的时候 我实际上 需要叫20万 但是呢 我需要往下减除的25万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5万 应该减 但减不了 那这5万咋办 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向后 进行递延抵扣 也就是向2023年 进行递延抵扣 那么第二种办法 就是直接把这5万块钱 在当年退给你 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退给你 就这两种办法 所以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第三项当中 说的是亏损企业呢 追捕确认 以前年度 未在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的这一部分支出 或者是盈利企业 经过追捕 确认以后出现亏损的 应该首先调整 该项支出所属年度的亏损额 然后呢 再按照亏损弥补的这个原则 计算以后年度 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的税款 然后呢 按照全款规定的来进行处理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在这的话 还是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 通过例子来说明一下 就是说 假如说2018年 正常来讲的话 我这个应纳税的所得额呢 如果我把这一部分 叫应扣未扣的支出 把它真正减除掉的话 那么我的应纳税所得额 需要往下调减100万 也就是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亏损 对不对 亏损60万 这是亏损了60万 注意一下 然后呢 如果现在 假如啊 假如第二种情况 就是本身来讲呢 2018年的时候 我作为大伙公司来讲 现在我就是属于亏损了40万 那现在呢 还有一笔100万的支出 还等着网出记呢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就相当于是 亏损了140万 亏损了140万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现在针对这60万来讲 还是140万来讲 它都是亏损额 对吧 所以符合这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 经过这100万支出的调整以后 反正这个企业现在是亏损 只是亏损额大小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你产生的这种亏损额 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确认 也就是首先应该调整 该项支出所属年度的亏损额 也就是调整一下 2018年的这个亏损额 然后呢 再按照相关亏损弥补的原则 也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问题 亏损弥补的问题 一般来讲的话 是用未来五年的盈利 去弥补当年的亏损 也就是说 2018年为例 那么未来五年 19年 20年 21年 22年 23年 用盈利去弥补 2018年的亏损 对不对 所以按照这个原则 然后呢 去弥补这部分亏损额 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税务处理 就好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在这儿的话 我们简单先了解一下 讲到这个具体的亏损弥补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再细致去讲一下 这个亏损弥补应该怎么去弥补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扣除项目当中的第20个 金融企业奢务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 损失准备金 也就是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现在是金融企业所发生的这种损失准备金 对不对 针对于什么贷款呢 针对于两种贷款 一种叫做奢务贷款 一种叫做中小企业贷款 我要具体损失准备金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两种贷款 究竟有什么特性啊 首先来讲 设农贷款 它是指按照相关的这个统计制度的规定 统计的以下贷款行为 第一个叫做农户贷款 第二个叫做农村企业或者各类组织贷款 你会发现这种农户贷款也好 农村企业的或者是各类组织的这种贷款也好 一般来讲偿还的这个能力都是有限的 对吧 一旦它要是经营亏损了 那么它偿还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存在一定的风险 所以从风险这个角度来理解 那么既然有了风险了 那我就要具体损失准备金 然后呢 第二种叫做中小企业贷款 中小企业贷款的话 从企业类型上来讲的话 大家想一想它是中小企业 这种中小企业一般是针对于销售额和资产总额 均不超过两亿元的这种企业发生贷款 那么一般来讲 这种规模的企业的话 抵御风险能力比较差 因此呢 你把钱贷给它了以后 确实它贷钱的时候挺开心 对不对 但它实际上来讲的话 如果它生产经营真的出现了问题 自然又再次断裂的情况之下 那么它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就很低 对吧 因此呢 深入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 都是存在这种偿债风险的 既然你存在这种风险了 那么作为贷款方 也就是金融企业来讲 金融企业就要计题损失准备金 那么针对于这种损失准备金的话 在税法当中我们认为 如果你按照以下比例来进行 计题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是可以让你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来进行扣除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只要你符合下标比例上的一个限制 那么你的这个贷款准备金的计题 就可以在税前进行扣除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比例计题 具体有哪些规定 首先如果你是关注类的贷款 那么计题的比例的话 相对来讲比较低 计题的话就是计题2% 如果你是次级类的贷款 就是次级贷款 次级贷款的话 计题比例相对高一点 是25% 如果你是可疑类贷款的话 可疑嘛对吧 那么你偿还的可能性 跟不偿还的可能性 都是50% 所以计题的比例就是50% 如果你是确认为损失类的贷款的话 那么损失类贷款的话 那么你计题的比例的话 就是100% 所以我们根据不同的贷款类型 计题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所以正常理解一下就好 这个地方不用特殊计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扣除项目当中的第21个 也就是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 也就是说 现在是针对于金融企业贷款的损失准备金 这是一个宏管概念 也就是把前面的这个 针对于什么设计贷款呢 和中小企业贷款除外的 剩余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大圈当中 把小圈这一部分去掉 剩余的这一部分 剩余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也需要计题损失准备金 那么这个损失准备金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我们准与税前提取 贷款损失准备金的 这个贷款的资产范围 究竟能包括哪一些 也就是从本质上先来了解一下 这么几类 首先第一个贷款 贷款肯定包括 因为你叫贷款损失准备金嘛 对吧 贷款肯定包括 贷款包括什么抵押的 质押的保证的 信用贷款等等都包括 然后第二个呢 叫做什么 叫做具有贷款特征的风险资产 也就是说本身来讲 你是具有这种贷款特征的 这种有风险的资产 因此呢 这种既然你具有贷款特征 我也把它当做是贷款的进行看待 所以你是可以 具体损失准备金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包括哪一些 信用的电款 那么这个里边包括 这个银行成对汇票的电款 信用电款 以及担保电款 以及呢 进出口的押汇 同意的拆出 以及呢 应收融资租赁款等等 那么这一些都是具有贷款特征的 这种风险资产 那么我们把它当做贷款来进行看待 然后呢 第三类 第三类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是由金融企业转贷 并且承担对外还款责任的 这种外国贷款 也就是说 最后这个还款责任 这个风险还是谁来承担 还是由这个金融企业来进行承担 因此来讲的话 我也可以计题损失准备金 我们看一下这种的话 包括什么 包括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呢 国外的买方贷款呢 还有呢 外国政府的贷款 以及呢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不符条件的贷款 还有呢 外国政府混合贷款等等 这些资产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 我们在这个里面所谈到的 允许计题损失准备金的 这个贷款资产的范围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计算的公式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计题这个损失准备金了 那我得怎么算呢 我们看一下啊 它这个计算方式 也是比较特殊的啊 比较别致是吧 它也是一个到底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金融企业准与当年税前扣除的 贷款损失准备金 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是用到底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 准与当年税前扣除的损失准备金 是用本年末 也就是到一个时间段 对吧 本年末准与提取的 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这个贷款资产的余额 乘以1% 记住了这个比例是1% 然后呢 再减掉截止上年末 已经在税前扣除掉的 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额 也就是说呢 其实就相当于是2022年末 对吧 然后呢 减掉2021年末 那么剩余的这一块 不就是2022年本年的吗 对吧 所以呢 它是一个倒几的方式啊 所以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倒几的计算方式 然后呢 金融企业按照上述公式 来进行计算 如果是数额是负的 就相当于调增当年的应拿税所得额 那就是说这个损失准备金的话 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往下调解 对吧 如果你算出一个金额 它是正的话 那么正常调解就行了 而现在我算出来是负的 那不就负负得正吗 对不对 负负得正的话呢 就相当于调增了应拿税所得额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很好理解 然后我们看一下2020年的这道考题 他说呢 某金融企业2019年末 准备呢 提取了贷款损失准备金 这个贷款的资产余额呢 是一个亿 截至2018年年末 已经在税前 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额呢 是60万元 那么该金融企业2019年 准与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一共是多少钱 也就是说呢 现在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是不是用报价的方式来进行做的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2019年末的 减掉2018年末的 然后呢 得出2019年这一年的 对不对 所以还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因此做起来的话就很简单了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是用这个资产的余额乘以1% 然后呢 再减掉这60万 对吧 所以呢 计算起来很简单 也就是用一个亿乘以1% 然后再减掉60 对吧 一共是40万 因此这个题选A选项 所以根本就不难 考的就是这个公式 根本就不难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项 也就是金融企业的 委托贷款 以及呢 代理贷款 国贷投资 应收股利 上交中央准备金 以及呢 金融企业剥离的债权呢 和股权 应收的财政贴息 央行款项等等 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 也就是说 以上我刚才说到的 都叫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 既然你不承担风险和损失 那也就不得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 在税前来进行扣除 因为这个贷款损失准备金 是应对风险的 我刚才讲过了 对不对 是应对风险的 所以呢 既然你不承担风险 或者是损失的这种资产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够 记提这个损失准备金 在税前来进行扣除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第四个呢 就是金融企业发生的 这个符合条件的 贷款损失 应该先去充减 已经在税前扣除的 这一部分贷款损失准备金 如果说不足充减的 这一部分可以据实 在计算当年 应该税所得额的时候 来进行扣除 这跟前面的规定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你现在贷款准备金 就可以扣除 对吧 你不能扣重了 所以呢 先去充减准备金 然后呢 不足充减的这一部分 然后再进行税前扣除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扣除的项目 在其他扣除项目当中呢 包括会员费 合理的 一定要注意 合理的会议费 一定要注意 它是合理会议费 并不是所有的会议费 都是可以进行扣除的 然后呢 差履费 违约金的话 特意说一下 因为违约金这儿 是相当于两个平等的 民事主体之间 所发生的违约 例如说 弹务公司对的B公司 对吧 我们两个公司之间 如果产生了违约 那么这个时候 弹务公司需要给 B公司支付违约金 那么这个里边 所说的违约金 是这个 然后 我们后面会学到一个 例如说罚款呢 那么这种罚款形式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罚款形式的 不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 而是国家 跟企业之间 所发生的 那就是说国家呢 认为你有违反相关的 法律法规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 对你进行罚款 那么这个罚款 就不能够扣除 所以注意一下 他俩之间有本质区别 然后呢 来给本节课 做一个小结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 我们有两个问题 需要重点掌握一下 一个呢 就是掌握一下 我们一开始讲的 手续费和佣金的相关规定 比如针对于 大部分企业来讲 那么我们是限额扣除的 还有针对于 以它作为主业的 是全额来进行扣除 特别是我们所讲到的 这个全额扣除 跟限额扣除之间的 一些区别 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 例如说限额扣除当中 还是有区别的 例如针对于这个保险企业 针对于电信企业 针对于其他企业 还是有一些具体上的 一些区别的 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注意文字性的选择题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掌握 投资企业撤回 或者是减少投资的 基本处理规定 那么其他的呢 就作为一些熟悉了解性的内容 来进行掌握就可以 然后呢 在这给大家做一个 重要考点的一个梳理 也就是说呢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把扣除项目级 标准当中的一些内容 都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在扣除项目级 标准当中的一些内容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 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有哪一些 是跟考点 结合最为紧密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 重要的考点呢 给大家罗列出来 那么在这的话 给大家罗列了几张表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呢 是三项经费 也就是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还有职工教育经费 也就是工教福 这三个经费 这三个经费的话 那么相应的这个扣除限额 一个是14% 一个是2% 一个是8% 当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 扣除限额的这个计算依据 是工资薪金总额 也就是实际上发生的 合理的工资薪金 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同时呢 针对于超标部分 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 超标部分 我们之前讲过 针对于福利费 和工会经费 这两项经费来讲的话 那么这两项经费 都是不得扣除的 那么针对于 职工教育经费的话 它比较特殊 它如果要是超过了 相应的比例 也就是超过8%的部分 是准与节短扣除的 当然这个礼拜的8% 也是属于一个 一般性的规定 对吧 我们针对于 后来讲过的一些 软件和工的一些行业 我们也有一些 特殊的规定 然后就是下面这种概念 就是补充养老保险 和补充医疗保险 那么补充养老保险 和补养医疗保险 它跟目前已经不一样 对吧 它属于商业险 所以补充养老保险 和补养医疗保险 并不能全额扣除 而是限额扣 限额扣的时候 都是不超过 工资金总额5%的部分 终于扣除 那么如果超不了部分 超不了部分 叫做不得扣除 然后再看一下 下的这一组 业务招待费和广权费 业务招待费和广权费当中 要求同学们 掌握的点比较多 首先来讲 针对业务招待费来讲 在扣除限额当中 有两个扣除限额 一个叫做实际发生额的60% 一个叫做 当年销售收入千文之五 那么这两个扣除限额当中 选小的那一块 选小的 所以叫输低原则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并且针对业务招待费来讲 我们说用到实现比这个办法 比较A比较B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来讲 我们在税前允许你 进行扣除的这么一部分限额 肯定是B 也就是你这个税前扣除 我一定是在B当中产生 在B当中哪一个产生 就看他俩之间谁小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 我们重点掌握的一块 然后另外就是针对筹建期 因为业务招待费也好 广招费也好 都有个筹建期的规定 那么在业务招待费这 筹建期的扣除限额的规定 一定是实际发生额的60% 为什么 因为筹建期它没有销售收入 所以不能按照销售收入 这个千文之五来进行扣除 因此我们只剩下一个限定条件了 就是实际发生额的60% 这个我们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看一下超标部分的规定 超标部分的话 我们说叫不得扣除 业务招待费它是不得扣除的 但是广宣费超标部分 准以截转到以后那是难度来进行扣除 并且无限截转 跟前面的这个职工教育经费是一样的 同时在这一块 在广告费和业务生产费这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扣除限额 针对于一般企业来讲 它的扣除限额是销售收入15%的部分 准以扣除 那么超过部分的话 减准扣除 对吧 那么针对于特殊企业 也就是化一眼 化一眼当中 首先化妆品一定是包括制造 同时它也包括什么 同时它也包括销售 那么衣服跟饮料都是属于制造 它没有销售 并且呢 饮料制造这里不包括酒类 那么酒类在哪 酒类在前面15%当中 所以呢 以上化一眼这三项 是按照30%来进行扣除 而眼草行业的话 不能扣除 所以呢扣除的比例是0% 这些我们都需要明确 都是需要特别明确的 那么考试过程当中 一旦出现的话 第一时间就能反应到的 然后还是有关于 筹建期的一个规定 筹建期的话 大家记住了 这个广宣费 筹建期这里 由于我们正常来讲的话 是按照销售收入15%来进行扣除 而现在筹建期当中 没有销售收入 因此我们叫巨石扣除 也就是实际发生额 来进行扣除 就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利息费用 公益性专等支出 以及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那么首先看一下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的扣除限额这儿 我们首先分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做 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 那么是巨石扣 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叫做不超过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 来进扣除 也就是限的是什么 限的是利率 叫做单限 如果是关联企业之间的 关联企业之间的叫做双限 就是既限利率 同时还限本金 限本金的时候怎么去限 要注意一下 叫做债资比 也就是通过债资比 那么金融企业5比1 其他企业2比1 通过债资比 然后来计算出来一个 允许你扣除的一个本金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根据这个本金 然后再根据现在这个利率 计算出来 你可以扣除的限额 究竟是多少 这个要注意 然后呢 还有就是向自然人借款 自然人借款的话 参考这两项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下就行 然后呢 超标部分 超标部分的话 利息费用是不得扣除的 然后针对于 供应性的捐资支出 上级和我们刚刚讲过 供应性的捐资支出 它的扣除限额 是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 准备扣除 对吧 如果有超过部分 超标部分的话 可以截转至以后 三个年度来进行扣除 所以呢 它是有时间界定的 它是有时间界定的 跟前面那个不一样 另外呢 就是刚刚讲过的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话 我们大体上分为 两块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呢 就是其他企业 当然这个其他企业当中 包括了这个电信企业 那么是按照收入 全额乘以5% 然后呢 如果针对保险企业的话 是按照余额 也就是那个净保费 然后呢乘以18%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限额扣除的问题 这是限额扣除的问题 当然也有全额扣的 那个全额扣的话 相对比较特殊一点 所以在这的话 我就先不给大家写了 然后呢 针对其他企业这一块 超标的部分是不得扣除 如果针对保险企业的话 如果你有超标部分的话 是准与节转到 以后纳税年度来进行扣除 就互相上了 因此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么在超标部分的 节转扣除这一块 有的一些具体规定 因为在这个地方 也是容易出小题的 好 那今天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 谢谢大家